- 腾讯视频的朋友大家好,我是剧情依 最大的挑战 就是没有接触过民国的戏 也没有接触过这种 就是它整个剧情很激烈 然后就没有体验过这样的 体验过之后就有点啪啪的 很多 我也其实也没有演特别多的戏 还有挺多角色 没有尝试过的都还挺想尝试的 会啊 就是那种平时看起来弱弱的 其实是幕后真凶 很痛苦 扶我撑 但没有来很多遍 就是他们也觉得我这小体格也做不了几个 腿就放过我了 有时间的话就去吃个火锅 没时间的话 我会看组艺节目 这有些直接卖蛮好笑的 之前在看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就是还挺下饭的 对 反正我们伙食都是自己会点外卖 因为我一定要吃穿菜 吃其他的菜不太习惯 就不够辣 谁的衣服怎么皱 做谁的衣服这么皱 你们是怎样 他们真的这么热 我终于看他挨打吗 你真棒 也没有多少个了 对 这是 我要说什么来着 我突然 卡科 刚刚脑袋突然闪过一片空白 对没有很多手机科了 只是刚好我换的时候 就被他们看见 就会觉得怎么天天都在换 就是会不一样的心情吗 我快傻情了 想去旅游 在舞台上的表演 不好意思啊 工作收快了 工作收快了 好的好的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就有点 不知道从何说去 舞台方面还是看合适的机会吧 不会刻意说 我为了要去有一个舞台 而怎么样 就是得准备好 对 我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准备好 对 如果我打算了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舞台 我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机会 去做好它 家乡 四川好像很少有人 太阳出来了 是四川的吧 大山的子孙 这算吧 是吧 是是是 对以前找时候看快乐大饼的时候 听娜姐唱的 对 我只知道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米线 好无聊啊我 我只知道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米线 我感觉我要说一些超级无聊的口水话 对 然后我只记得我特别爱吃一家店的米线 然后我妈又不让我吃米线 你让我吃 我好无聊啊 对就是我很想吃一家米线 然后我妈不让我吃米线 她就让我吃面 那我就说那我就说 我就说那我吃 等一下 等一下 啊救命啊 那我自己跟我妈说 我说那我 我说那我 我跟她说 我说那我吃一两米线一两面 对 对然后 我妈就妥协了 然后我每天就一定会在那吃一两米线一两面 然后回家 对 对 大家好我是居静一 想了解我的更多动态 请关注腾讯视频 官方微博微信